与主耶稣基督联合 这个系列的课程 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也许这是一个很合适的时间点 来提醒我们自己 在这个系列的学习中 想要做什么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 使徒保罗经常使用 在基督里这个表述 实际上 他使用这个表述 以及在主里 以及同一个意思的表述 超过一百六十次 这意味着 平均每隔几节经文 使徒保罗就会谈到 在基督里 然而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说法 很多基督徒读圣经 读了很多年 却从未注意到这一点 有多么重要 但当你注意到这一点 尤其 使徒保罗如此频繁的提及 一旦你注意到了 那么每次读他的书信时 就很容易会注意到这一点 这对他非常重要 只要看他写给 以福所人的信 就会发现 真本以福所书在某种意义上 都基于这个教导 即基督徒与基督联合 然后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 保罗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 我认为他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得到了第一个真正的暗示 在他迫害斯提反 以及其他基督徒之后呢 主耶稣说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仿佛是耶稣在告诉他 我与我的子民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我的子民是与我联合的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 这种联合的层面 他根植于永恒 并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成就 当我们信入主之后 这种联合就是个人性的了 使徒保罗使用这个借词 不是说只是要信主耶稣 而是更要信入主耶稣基督 从某种意义上说 整个历史就是那些 藏在第一个亚当里的人 和那些因恩典来到末后的亚当 就是主耶稣基督里的人的故事 这样在我们复活的救主里边 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一部分 我们与神和好了 在基督里我们是新的创造 但不仅如此 我们仿佛还踏入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可以想象 在耶稣复活的早晨 他从坟墓中走出来说 这对耶稣来说 是一小步 但对那些 与基督联合的人来说 却是巨大的一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简明恶药的总结了这一切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仅仅通过使用这几个借词 使徒保罗精简地告诉我们 知道自己与主耶稣基督联合 是多么的美好 这仅仅只是一个简介 实际上当课程结束时 我们仍就会觉得 这只是新约中 一个伟大主题的入门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节课里边呢 我想把重点放在我认为 有助于我们思考 与基督联合的两段主要的经文上 第一段是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 一到十四节 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 这段经文非常重要 我认为所有基督徒都需要了解 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 因为它对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教母意义 话虽如此 这一章其实并不好理解 很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个故事 这故事呢 说的就是 有个人去到中马田博士 任职多年的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室 在我那个年代 中马田无疑是英国最伟大的传道人 这人问中马田博士 你什么时候要开始讲罗马书系列 中马田博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 他回答说 我什么时候能理解罗马书第六章 我就会开始讲罗马书了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至少要开始试着理解它 因为它包含了保罗教导与主联合的关键 是的 与主联合的关键 首先要注意的是 他以洗礼引入这个主题 六章第三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这就好像他在说 难道你们不明白受洗意味着什么吗 或者换一种说法 难道你不明白成为基督徒 究竟意味着什么吗 难道你不明白做基督徒真正的意义吗 这段话的其余部分阐述了与基督联合 就好像他在对我们说 如果你想明白基督徒身份的意义 你绝对有必要 对能与主耶稣基督联合这个特权 有一定的认识了 还记得这一章的开头吗 这样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 对于刚才所说的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早些时候我们看了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他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 结束了这一章 亚当带来了罪 基督带来了公义 亚当带来了堕落 基督带来了救赎 对此保罗用了一个大胆的说法 他说 罪做王叫人死 照样恩典 也借着义做王 叫人因主耶稣得永生 但令人吃惊的话是 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你几乎可以想象 某个坐在后排厅保罗讲到的愤世祭俗的人说 这样我要问了 你的话是否暗示着 如果罪越多恩典就越多 那么我们越是犯罪 神就会越彰显他的恩典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犯罪呢 好让恩典加倍呢 这正是他在第一节中提出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仍在最终 叫恩典显多吗 我希望我们通过使徒保罗回答这个问题的思路 来思考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产生问题 罪越多 恩典就越多 因此 我们要继续犯罪 因为这会让神展现更多的恩典 事实上 确实有人指责保罗这样教导 他在三章第八节提到过 罗马书三章第八节 他说 有人指控他 就是这样教导人的 教导别人 可以忽视顺服的功课 过随心所欲的生活 人们就是这样理解 他的教导的 神的恩典 宽容人自由的犯罪 你知道吗 有趣的是 这也是对改教家的指控之一 路德 加尔文 和其他改教家 不同的人都这样指控他们 如果你教导在基督里白白的恩典 唯独借着信心 在基督里得称为义 人们会接受 然后随心所欲的生活 这对早期的改教家来说 确实是一个信号 那些这样指责我们的人 并不是真的理解福音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对福音教导 提出这样的指控 新约中的福音教导 也受到过这种指控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正面证实了 我们所传的福音 就是新约中的福音 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呢 保罗是这样回答的 你们不明白 受洗意味着什么吗 难道你们不明白 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象征着 他在各个他的十架上 为我们受洗 他受洗归入我们的罪 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时 我们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意义吗 他说 从逻辑上讲 逻辑上讲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与耶稣基督联合 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受洗归入他的意义 从逻辑上讲 你就不应该活得 仍然好像被罪恶权势 所支配的那样 他很关注这一点 并解释了其中的逻辑 首先呢 我希望在座各位注意 理清他教导时的思维逻辑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教导 首先 他是从情感层面开始的 在表达了情感的回应之后 他接着给出了神学解释 我们将在本节课中讨论这两件事 然后他在第六至十节 进行了教义性的阐述 然后在第十一节 他向我们阐明其含义 最后在第十二节至十四节 给我们带来了劝勉 如果你喜欢押韵的标题 可以设这样的几个小标题 情感解释论述含义和劝勉 首先是情感 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 英文标准版圣经 很准确地翻译了保罗的这个回答 但是旧的英王清定版的表达 更为有利 足够老的人手头上会有 1611年版的圣经翻译 写着神禁止 你可以感受到情绪的强烈程度 请注意了 保罗的回应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教义性的回应 对此他的回答并不是 让我保罗从神学的角度解释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 而是直觉性的否定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接受的正确教导是 基督徒生活不能以情绪为基础 对吧 正确教导是 更新不是来源于 我们情绪的改变 而是来源于我们理解上的转变 但我们要记得 当保罗说我们的生命 是因着心意更新而改变时 它指的不仅是我们头脑的改变 它指的不仅是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 这样理解是大错特错的 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只会导致我懂了的骄傲 保罗指的是福音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甚至到了改变我们情感的程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 这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是年轻孩子的父母 这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在这个信息时代 年轻人的特点是 他们的这个知识储备很丰富 但情感基础却很薄弱 他们知识的增长程度 和他们全人的成长程度 以及他们在生活中 对情感的反应是不匹配的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 在此我们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福音长年累月的时间 渗透进他的生命 福音甚至影响了他的情感 我们总是敦促基督徒去思考 但是保罗在这里不需要思考 对福音真理的思考 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每一根神经 以至于他本能的本能的出言反对 你们是否有人还记得 斯不珍曾用来形容 约翰班杨的一句妙语 你刺他身上的任何地方 流出来的都是圣经 你刺他身上的任何地方 流出来的都是圣经 这就是福音对我们的影响力 他不仅使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 还深深地触动我们的情感 这可能就是对这一论述 恰当的解释方式 但让我称之为情感 保罗的情感生活 已经被福音的大能所洁净 所改变 因为他的心意被更新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三至五节 给出了这样的说明 我们当然不会继续犯罪 好让恩典更多 你不明白吗 他有情感的回应 但情感反应是由他对福音的理解产生的 在这段二经文中 他多次呼吁罗马人 第三节 岂不知 后来在第六节 因为知道 再来是第十六节 又说了一次 岂不晓得 正是因为 我们对福音的理解 我们的情感 才会发生转变 保罗用洗礼来说明这一点 他说 罗马的基督徒们 你们难道还不明白洗礼吗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如果你们问别人 你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们要么会说我婴儿的时候就受洗了 要么会说我跟随耶稣以水洗礼 以这样的仪式表明我的信仰 这两种回答都缺少了什么 我们说的是我们所做的 或我们父母所做的 我们根本没有说洗礼做了什么 其意义是什么 保罗说 难道你从来没听说过 洗礼对于你的意义吗 根据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的话 新约的洗礼是一种命名仪式 我们借受洗得名脱离旧的名字 被纳入神的家中 我们被赐予这个名 这就是你的身份 洗礼告诉我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得到的不仅是赦罪 更是与他联合 所以他说 难道你们不明白 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因此 我们看待洗礼 我们看到别人的洗礼 特定的要理问答 也教导我们洗礼的意义 当我们观看别人的洗礼时 听到福音以可见的形式 向我们传讲 提醒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是在基督的死中 像罪的挟制死了的人 是在基督的复活中 因神的大能而复活 有心生命的人 这就是你的身份 保罗接下来说的一切 尽管他把这所有的都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但他接着说的每一句话 基本上都可以这样概括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那就这样生活 你需要知道你是谁 你是谁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 福音书中的一些重点 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 似乎特别适用 虽然这总是相关的 但有时关系特别紧密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想想那些青少年 你看啊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声音 各种各样的压力下 信主了 这些压力和声音 包围和吸引他们 他们身处这个时代 道德和知识的漩涡中 我们先前提到 这些都鼓励年轻人 决定自己的身份 要他们说 我知道我是谁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谁呢 那么 其外在的表达方式就是 我受洗与主耶稣基督 联合汉香蕉 保罗在上下文中 使用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表达方式 你知道他怎么表达的 这样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这些在罪上死了的人 就是这个短语 我们这些的人 保罗在这里 使用的相对代词 不是相对代词寻常的用法 而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为了便于理解 我们最好把它翻译过来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 这些个被定义为 像最死了的人 怎么能够继续活在最中呢 他不只是在说 你这个个体 我这个像最死了的人 怎么能继续活在最中 而是说 我既然属像最死了的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 怎能继续活在最中呢 我想用亲身经历 来说明这一点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所任教的神学院院长 在校园里遇到了我 他很不经意地对我说 你现在是美国公民了吗 我要说明一下啊 这样说不会让我 这个苏格兰人觉得被冒犯 对威尔士人来说 这也不算冒犯 我有一个非常亲近的朋友 就是威尔士人 他现在就是美国籍 改变国籍不是罪 你还不是美国公民吗 我回答 我不是 他问 为什么不呢 你应该能猜到 我的本能反应 对吧 我是苏格兰人 我无意冒犯美国人 如果你在意大利住过 别人问你 你现在是意大利籍了吗 你也会这样回答 为什么要换国籍 不 我是美国人 对吧 我是美国人 这就是保罗所用的表达方式 这就是我的身份 在耶稣基督里 我是一个像醉死的人 所以我怎么可能想着 继续生活在最终呢 你看到我内心深处 本能的反应了吗 根本不需要思考 就会流露出来 也许不应该这么明显 我一个苏格兰人 为什么要成为美国人 同样 你这个像醉死了的人 为什么要想着 继续活在最终 因为你已经 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了 像这一样的样子 然后将来